哈喽大家好 我是花匠老赏 今天有网友给我留言 说我前两天在网上给朋友们分享了 用霍香正气水 对水浇花的水 有什么效果 没讲清楚 今天呢就做一些视频 和朋友们分享一下 霍香正气水浇花有什么功效 朋友们看一下啊 我家里养的这几盆虎皮兰 生脑状态基本都是不错的 都是非常漂亮的 整个夏季 他们也没有进入休眠期 一直处于生脑状态 这个地方就长出了一个新的身影 非常漂亮 我家这些虎皮兰出现这种情况呢 跟我使用霍香正气水浇花有很大的关系 朋友们都知道 霍香正气水这种药物 它里边含有很多有益的药物 苍树 陈皮 厚谱 白芷 这些棕草药呢 是非常适合植物生长的 我们兑上水浇的花里边 它完全可以替代 椰太这个肥料使用 并不是浇上以后 防止这个植物出现纵数现象 而是能够给我们的植物提供所需的一些养分 给你们看一下啊 这棵虎皮兰是刚长出了一棵枝条 如果朋友们家里有这棵过期的霍香正气水丢掉的话 是非常可惜 我们可以是兑水使用一下 大约这一瓶有十毫升 可以兑五百毫升的水去浇花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兑多了 兑多了的话 有可能对这植物的根系造成烧伤 因为这个霍香正气水里边还有这个乙醇 也就是酒精 所以说如果是量级很大的话 就会有烧伤的根系 进入秋季以后 建议大家尽量的是给这些虎皮兰呢 施一些肥料 这样可以有效的促使它进入生长状态 因为夏季的时候 有的黄有黄有加厉 会对这些虎皮兰呢 进行一些控水 但是因为秋季以后呢 我们可以放心的给它浇水了 帮你们看一下这两颗 长得很壮 这个花盆又为它这个成破的迹象 生长力是非常强的 颜色也非常深 非常绿 证明是非常健康 好了 今天就分享这些 谢谢